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6月30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节目 隔夜,虽然最新的房地产和消费者支出数据表现非常强劲 但是昨天晚上美国三大股指几乎是没有什么波动 这说明现在这些数据可能已经不能够触发市场情绪了 这样的话,那么下一个可能会触发市场情绪的催化剂会是什么 就显得比较关键了 大宗商品市场上昨天是黄金领跌 并且从钢铁到葡萄酒 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在继续下跌 而这个可能和中国政府之前出手干预大宗商品市场有一些关系 不过我们看到,昨天晚上原油价格还是在上涨 目前市场正在等待周四OPEC Plus的会议结果 即OPEC Plus未来的增加供应量是否会远超市场预期 另一方面,还有两个消息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是,随着最近中国政府出手打击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投机交易 正让中国市场的活跃出现了一些平静 并且拉低了相应的价格 我们看到MSCI中国指数在今年仅仅是上涨了大约2%左右 而对应的MSCI美国指数则是大涨了14% 同样,与其他市场相比,MSCI中国指数看起来也显得比较便宜 再加上因为体制关系,中国有更为强大的抗通胀工具 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吸引资金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继续寻找机会 第二个消息是,新一波的疫情会不会在美国爆发 我们看到虽然最近7天,美国的新增新冠病例感染人数 平均数是在1.26万 这个数字仅仅是比历史低一点是有所回升 并且也是远低于之前每天6.9万起的高峰 但是现在已经有学者对接下来Delta变异病毒可能会在美国爆发提出警告 如果真的是再来一波的话 那么之前我们的所有判断和假设可能就要推导重来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早上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,谢谢